二爺 二爺 对不住了, 时间到了 兔崽子, 干什么 于爷念二位在浦江商会多年 给了你们足够的尊重 但是别的长老他们不会 也没有胆子跟你们继续闹下去 三爷, 五爺 三爷, 你们还是跟我走吧 好, 赌一把 老三, 愿赌服输吧 对不住了, 二位爷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你们还是不住了 浦江商会 不是所有的人都是政府的走狗 就好像我们工会里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一心革命的 你见了魏汤主告诉他 三爷五爷 现在被囚禁在铁号街龙子好仓库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这件事非常重要 绝对不能出错 何大哥请放心 我去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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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 你呢 何厉哥 我给你买了两张 明天去天津的船票 你得离姐走吧 我为什么要走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那又怎样 何厉哥 听我一句好吗 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跟我说话 兄弟的立场 兄弟的立场 你就不该说这些 如果是兄弟 阿琪 你放了三爷和五爷 像长爷在世那样 我们并肩作战 你们这个说我做错 那个说我良心沦丧 你们有谁真正的思考过 在如今的上海滩 如果浦江商会要活下去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你是为浦江商会 还是为你自己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告诉世人 你这个上海王 不比长爷差 不比黄沛玉差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最可怕的其实是 你不敢面对你自己 你是害怕别人指着你的鼻子说 于其阳 你是个失败者 什么 你跟他们比差得太远了 你说什么 于其阳 你是个懦夫 你现在就是个懦夫 你不敢面对你自己 所以 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小月桂 何力 来呀 拳头是用来干什么的 拳头就是用来对付兄弟的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走不走 于其阳 我告诉你 我不走 何力 我已经人至一尽了 我们不再是兄弟了 不再是兄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小玉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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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贵贵 小玉贵贵 小玉贵 小玉贵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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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贵 大夫 小玉贵 小玉贵贵 小玉贵 到底什么 小玉贵贵 李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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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玉贵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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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 我 我愛你 岳桂阿姨 我在一华电影公司的摄影棚 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心里也很难过 我一直想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正式向你道歉 但不知道为什么 看到你我又说不出口 我很气自己 我一直都想跟你说一句话 跟你说对不起 还有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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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主留步 师父 施主 可是了无生趣 是 施主 你真坦白呀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一瞧江珠上 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灼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 都赴笑谈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 死鬼 这一回 你还真成了死鬼了 你就这么狠心哪 你放心的去吧 我会带着孩子好好活下去 他将来会娶妻 生子 我们会儿孙满堂的 你放心的走吧 一路走好啊 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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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 张言 我们的莉莉 已经长大了 她长得很好看 眼睛跟你长得很像 她很任性 也许诗心妈妈惯的吧 脾气很大 这一天跟你不像 跟我也不像 但是 她是一个好孩子 善良 单纯 真直 心妈妈 把她养育得很好 可是我 对不起张言 我没有带好她 她跟你一样 真直 而且勇敢 张言 今天 我和三爷五爷 一起到你面前来 是要在你面前 做出一个决定 关于浦江商会的命运 关于阿七 都知道当年 你最看重的是阿七 所以 我们三个希望 希望能在你面前 做出这个决定 如果长言 你在天有灵 帮我们做出这个决断 好 大家 未经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